星期日继续市都要跌至百多点 在16300这些位置 都有过千只股份要沉底 不过见到香港航天科技1725 今天有些消息 宣布尋求在中东会做个双重上市 所以见到股价 今天都曾经逆市抽升了两成六 现在升幅稍微收集了 这一节和Sandy一起谈谈 今天我们见到他在通告 有个人说 现在决议在中东的一间交易所 就会做双重上市 所有完成的潜在上市的必要条件 已经获得达成 亦都是找阿拉伯联合油长国的投行 CGL做财务顾问和安排人 亦都是预料双重上市 会令到公司 是扩大在这个市场的影响力 如果说回我们近期 香港和中东的关系 可能都近期其中一个焦点来的 特别就是说 上个星期三 我们有第一支沙特的ETF 在香港做过上市 首挂 亚洲区内第一支沙特相关的ETF 而到今天我们见到 沙特未来投资创业研究FII 第一届的亚洲峰会 这两天就在香港举行 如果看回香港航天科技 在这个时候公布在中东会做双重上市 看回时机上是否配合近期和中东的关系 以及如果看回整个城市的憧憬 大不大 先讲个城市的憧憬 如果你以公司提入到的 现在已经当地都找到一些投刊 可能都是负责去帮他们搞上市的话 我相信城市的机会都高的 当然当地有没有一些上市的规则、规定 如果你以公司提入到的话 现在都好像已经达成了这些必要的条件 所以机会都大的 但是只不过你说现在这一刻 就是在今天刚才提到 这么多和中东那边有些关系 有些消息的时间 公布这个消息的时候 当然股价就很明显就拿到这些消息所带动的了 因为始终当你现在的市场开始很多的 和中东方面的关系的情况之下 你再消防这个消息 我想是刚刚自己这么巧合 对我估计会有些正面的帮助 也不出奇 这个就是今天炒族的因素 真的去到中东的交易所 就会做双重上市 不如看回从公司的基本面去看的话 它现在只叫香港航天科技 但其实上个月初已经建议来更加改名的 叫做周制航天科技 似乎就想更加国际化 更加强调过航天科技的层面 但其实它在早两年之前 其实才改了一次名 最原本其实叫做恒达科技 所以其实又再改名的了 现在去这个航天科技的层面 似乎就更加想强调这两件事 还有之前也和墨西哥的航天局 签了个战略合作等等 其实今年去看 其实有很多的炒作 或者很多的相关消息 比如七月底 去旗下的一个香港卫星製造中心 因为开幕 股价炒了上来 之后也有第一个的卫星完成测试 十月初的时候都曾经炒过一阵 其实在年头也曾经炒过一阵 虽然弄了很多 但如果看回来 在今年年中的时候 那份中期业绩都亏损 扩大到八千七百三十万 现在一直都憧憬航天业务 现在年收入其实暂时都未有 以中期业绩去看的话 亦都是为了一些脱商业务 去加一些物业、厂房、设备等等 非流动资产 其实都用了有八千九百多万 第一个卫星预料 就是下年年初才会完成 前景未算很明朗 未有盈利 这类的股份 纯粹在航天科技层面的憧憬 会否真的可以吸引到 中东市场的资金 如果你以本地上的公司来计算的话 都有一两个 和这个卫星相关的公司 不过那些成交量 其实又不是很大 但是如果用回来 好像现在香港的航天科技 那个状况 其实就像你所说 其实它自从改名之后 不断的改名之后 就是改了这个名之后 其实之后就有很多消息 就是好像刚刚提及到 很多和一些公司 可能簽署了很多的战略的 一些策略的协议 或者可能有一些发展 可能有一些叫潜在 之后一些的发展 一些协议也好 但是经历了一年多两年的时间 你说有没有一些 就是可能对业务的发展 有没有一些很大的帮助呢 那你用回企业去看 其实这一份 和你说的其实都是零 就是很多的 很多签来的协议 其实现在这一刻 都似乎都还是我们处于一个 叫做指向谈兵的状态 就是对于那个实质的帮助 其实都真的一点都不大 而且其实呢 我前途上 如果你看回你说上半年 那份业绩的话呢 其实你现在这一刻 公司的现金 大概是几千万 八千多万 但是公司那些的搞作呢 那些银碗又不是很少的 就好像你以回到 叫以前的时间 在巴西方面 又签了一些合作协议的话 那组织的合约的总額呢 已经是6億多美金 那你想一下 那个银碗又不是很少的 那当然了 那些可能是别人給你的 但是问题是 假设跟你跟你合作的话 可能一些的资金都要付出 那如果以回到现在 現在的資金狀況 你說它又行不行呢 因為沒忘記 其實你做這些叫做寒天科技的事情 其實每一個項目 其實你牽涉的投資都是不小的 這些項目可能你要先投資 後可能才有回報 而且回報到底是行不行呢 都還要再觀察 所以你只可以認為現在這些公司可能搞了很多 但實際上有沒有很大的幫助呢 暫時就真的見不到 你還要靠自己的EMX的業務 那些這樣 但是那裡還要輸出錢的 所以你只可以說 公司炒作的主題很多 但實際上 究竟這一範是不是對公司的幫助有多大呢 就進入了觀察